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昨天在讲CCP三次协议三次卧手的时候 我之所以要把这个CCP协议拆成三次卧手拆成这样 我是想告诉你们,这个信包连接是 这种连接的信包是 连接的信包是所有T4G连接的正常发起包 你不可能把这种包给禁掉 所以就会导致我昨天讲的那种信包的DGIS攻击 这种攻击如果真是DGIS攻击 你知道吗?就是防护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OK?几乎没有 包括我们所说的硬件方向 其实它虽然有一些策略可以用 但是基本上也是不准备的 基本上都是准备的 因为它利用的是正常防护机制原理 你听懂吗? 但是我说实话 一般情况下 你们想要碰到DGIS攻击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原因就是 它也要付出成本 它也要付出成本 对它的本身服务性来讲压力有异常巨大 OK? 你看 除非什么 跟你有深仇大恨 否则 也不至于跟你这样 但是 我们确实有时候可能性会出现 在访问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可能 还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么 我们一般情况下 用CGN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OK? 好了 有没有问题? 这个讲过了 有没有问题? 有 还有啊 我就说 这里主要还看一个是 就是 CCP和UGP的时候都有 16位的灯口号 所以我说灯口的数量是65,535 OK? 就是 一万里内的灯口号 是预留给 系统自带的服务 重要的 比较知名的程序 等等的这样的东西 我们如果人为需要 写一些网络程序 一般占用一万里上的灯口 能不能 小心啊 只要是通过互联网要发送的数据 它都必须有灯口 发送端是否在有原料口 接收的端要有谁? 慕容的口 也就是说 是不是还给我们预留的预算 比如说一万到六万五千 之间呢 是否都可以使用 OK? 啊? 哎 我打魔兽世界 或者 我打某个网络游戏 它们是否需要端口 需要吗? 需要 需要 它们有数据的船是当然需要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我怎么知道 魔兽世界服务器来拼? 或者说它们当中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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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过了 嗯 我们讲过了 我们讲过了 对 把你所有需要的文件程序 全部关掉 只开一个 魔兽世界 能听吗?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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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网完了 刚才完 来了世界的杠A 看 这里是不是就应该会有 Establish的 假设 我现在是没有 啊? 那如果有了Establish的 证明什么? 啊? 是不是已经有一个连接建立 那如果没有其他网络程序 那这台计算机的 这个连接的地址 是不是就应该是 假设是这个 它就应该是魔兽世界的 你正在连接这台服务器来 那就是什么 OK? 当然 你连接的这个 就是你的游戏服务器嘛 不会连接 一般情况下 是登陆服务器 也就是说 登陆服务器集群 可能跟游戏服务器 是分开的 为什么? 登陆服务器集群 涉及到计费 计费 能不能接我来说说吗 是的 你登陆去之后 几点几分都落 几点几分断开 是不是都要有结果 然后就来扣点卡 听懂吧 是吧 好了 但是看这里 按理说 在我们的电脑里 正常情况下 是不应该看到这种东西 什么? 信 后面是 发送 OK? 散彩的简写 那么发送 也就是说 我们说 TCB起始连接棒 是不是就会打一个信包出来 那 这种情况下 只要有大量的TCB连接 偶尔有可能会看到 但是这个东西 在正常服务器当中 应该不会 因为它的时间很短 问你在了 我在 然后我传送数据 是不是就消失了 就是问你在了 我只要一接收 一回应 这个信包是不是就没有了 能听了就说什么 但如果您在你的服务器当中 发现大量的这种包 各位 这种东西 这种包 在 就算在我们的普通网站上 我的一小时的访问量 达到十万 甚至几十万的访问量的情况下 这种信包 它也不应该超过三十到五十呢 这只是跟今天 也说它应该很少 因为它很快的东西 但如果你发现 这个上面发现出现了好几百个 或者好几千个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认为是什么 没攻击 但是一定是攻击吗 也不一定 有可能会有其他特殊情况 比如说 我们曾经就见过这种情况 是吗 有人 有一个附近的医院 给我们发送大量的 SY的包裹信包 我们初始判断 第一项判断 这家伙在攻击 然后 在那台服务器上把它给通掉 然后过了两分钟 它就开始另外开服务器了 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SY的包 还是有机器 那我问 它是攻击吗 当时判断 可能不是 它可能采用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多线程下载的工具 原先那种什么 网络蛙椅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们知道 见过吗 它可以依次开好几十个设计以后 然后来下这个包 OK 然后呢这种进程 一番的脑袋都会疯散 所以呢 它会不断地断开突面 断开突面 断开突面 然后导致就会出现什么 短期内出现大量的这种情报 所以当时判断 这哥们可能不是那种 它可能只是使用了一个 不太恰望的工具在下载 然后呢 就等待 干嘛 看它连接了多少数据 等待看它传输的数据量 然后等了一会儿 刚好是把它在这个 我的客户端程序下载来 900多兆元客户端下载完 这个工具就消失了 那说明 这就可以证明什么 这不是问题吧 能听到 所以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低焦蓝色的话 这块什么都应该是循环一片 但是咋回是局域网的瞬间 抓到了这个地方 这种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我们计算机上中的 一些程序 自动的在进行数据的连接 OK 这就是有可能的 真的吗 反正看起来不太正常 它这块是不是都是 用一些不存在的地址 是不是在连接我 看到了 感觉像是更多 好像不太正常 这个局域网这种东西是最恶性的 而且我这个插屁事件 没什么防护 好 当它不存在了 也不见心不反 反正是才去你 好了 各位 TCP协议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个包不需要你们记下来 没有意义 我只是说的是什么 只是让你们知道最基本的东西 拆开看 知道包图里写的是什么 听懂吗 啊 好吧 这里说了什么 TCP端最主要的东西就是经济端 啊 第一个是经济协议 用TCP还是UDP 第二个是吧 第一个是吧 那一般的程序它是什么 它要不然选择TCP 要不然选择什么 UDP 但是我说 其实现在绝大多数程序 比如说像 HCP 哎 这种网站 我看 它其实什么 它既把TCP的巴雷占用了 也占用了什么 UDP的巴雷 不是说是占用了 而是什么 系统把这两个端口端控下 留给是Apaq来用 能不能 但是Apaq实际占用了是什么 它实际上起用的是谁 是TCP的巴雷 听懂了 我能说什么 所以 协议在本身里面 它是分的 它到底是TCP协议 还是UDP协议 它都是分的 但是 就是我们的Windows和Windows来讲 一般像这样的标口 不管是TCP还是UDP 它都会控制我下来 不会有其他程序占用 听懂了 啊 听懂了 但是 我们看 有这样一个家伙比较特殊 是谁 啥意思 它是不是卡在中边了 啊 啥意思 DS会干嘛 启动的时候 它会既启动 TCP的53 也会启动是 尤其是53 因为 DS有些解析协议是使用的 尤其是53 OK 听懂了 这个比较特殊 OK 那这几个我们都见过了吧 这是啥 文件传输吧 这是啥 来说买嘴巴 我说了 明文了不许使用 OK 这是啥 简单 邮件传输协议 OK 简单 它是用来发信的 我再说 像这样的东西一定要把中文文字给我记下来 听到了啊 那这个呢 咱们的见过 这个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这种文件传输协议 基本淘汰了 我只是说基本 为什么 在思科入口器里我们还能用淘汰 好吧 那这个呢 各位 这个叫做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它是用来做服务器监控的 我们后面是不是还要讲 监控服务器集权 不管是开体还是narkable 我们都要大概装一下 最起码会用 OK 那这种监控服务器 利用的就是什么 snp写议来做 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最起码啊 常见的这几个东西 知道干嘛 听到了 可能刚才出现了 是不是知道 OK 后面讲的时候 是不是逐渐再来补充 听到吧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当口号 这几个是一定要备的 常用了 后面这两个能备进来备下 好吧 有没有问题 好吧 有没有问题 好 那这块是不是就是我们上张 看到的这种封锁啊 其实还是想说什么 就是 在原始数据上 是不是打入的是TCP包头啊 那TCP包头长什么样 是不是就讲这样 对吧 对吧 那么在 网络成功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在 前段时候再打入IP包头 IP包头长什么样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看过了 啊 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那最后一个应用创协议 各位 除了我们之前讲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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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件量创协议 不是 网络信用创协议 然后 网络创协议 传说创协议之外 OK 它全都是什么 应用创协议 各位 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我们 后期讲Linux的重点 啊 我们 后期讲Linux的时候 这些功能 我们是不是都要逐步实现 当然了 有部分东西淘汰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不一定讲了 明白 啊 但是绝大多数的服务 我们是不是都 教你怎么配 怎么用 怎么使用 OK 那 学搞过基础的时候 重点在哪 是不是就是 我们说的 这里说的 什么 下三层的这种协议 啊 最起码这些东西是这种 是不是要知道 然后 IP协议 CCP和优积的重点 听懂了 好 有问题 有问题 那 各位 我们最难的 这一张方程票 也就是网络基础当中 最重要的一张方程票 网络协议 我们就讲到了 各位 可以吧 刚刚我说 各位 我们还是没有把它拆得太低层 因为对我们来讲够了 我们不是做一些网络编程的 如果做网络编程的人 他要去算这个数据包节点 多少个节点下来是什么 要不然他整个拆拆看 我们不需要做这么多 我们主要还是 学习它是为了掌握网络基础 为我们以后的学习是个大基础 所以 掌握到现在 如果我讲的这些东西 你们能够完全掌握 就已经足够了 OK OK 好吧 有没有问题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好吧 这一张我们就到这了 OK 好了 这是我们网络基础课 甚至我们基酸基础课 甚至我们基酸基础课 甚至Windows基础课 你们俊达的比较狠 OK 有没有问题 还可以是吧 还可以 其实 其实是什么 过了一天 睡了一觉 然后昨天学出来 学了什么样 忘了 昨天好像不太清醒 但是今天起来 以为自己清醒了 以后不清醒的是 真正想要清醒 我想说 真正你要想理解这些东西 你不工作了三五年 可能也很难 好了 先这么招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三五年还指的是 你要接触这些东西 你要压根不接触 那就等于没学 好了 后面就比较简单了 传输简直 呀 忘了件事 忘了买那个 对 忘了买那个 诶 这啥呀 这啥 诶 我摔 我的PPG怎么了 死了 嗯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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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意思 我刚刚就甩的那个 从前 靠 不会每次都这样吧 我刚刚就甩的这个 甩完就黑了 啥情况 我这个电脑真的快不行了 我需要恢复快照 可能是恐怖 算了 不全凭了 就这样吧 好吧 这块呢 主要 其实想说一下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 往前的先去 你们掐过去水平头吗 有些人掐过 有些人可能没有 最起码先去点费价 然后呢 可能是没有水平头 不过当时我去给你们找几个 然后不行 我再去买点 然后下午的话 让刘川带钱的上来 我们还有一些往线 拉车跟刘川继续 然后一人掐一点 好吧 别掐太短 哎 你掐个这么短呢 掐完没用 你明白 你就弄个大概 大概有个三公里长了 掐完之后如果测完通了 我就拿到网络过去 给他们用的 听懂吗 你掐个一米呢 那就浪费了 听懂吗 掐个五六米左右差不多 OK 然后我就测线你 保证怎么能 保证的测通 各位 掐网线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法 是吧 是吧 你们别小看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 干了两件事 第一就是 早上接了十分网线 下午就是网断了 让我去拍错 我给你们讲 对 讲了 对 讲了 讲了 对 对 对 早上接了十分网线 然后特自信的接 做人就接 接完之后一测 没有一根是同的 下午就去排查了网络错误 然后不知道主教换机应该重新 这就是我今天干的工作 我记忆深刻 所以你们别以为接网线 是一个很容易的活 我可告诉你 这不太简单 你们别掉以轻心 OK 尤其是 当你买的这个网线质量 比较差的时候 现在买网线质量都欠网络错误 这啥扯蛋 这卖行的 就是一成才这么说 哥们 你怎么保证下 我问你 咱们这个教室要不限 现在 OK 那么我现在说 每个教室这个位置 工柜到后面这个线的距离 是不是都不一样 啊 你给我买 你给我买估计程度 你给我买 你能买到我 不可能吧 服务器上一般会呗 但是 它的长度也一般都不合理 听懂了 让我说到这儿 我多说一句啊 是 说到这儿 我多说一句啊 什么 我们虽然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东西 但是你们要大概知道 什么东西 哎 哎 我的电脑真的感觉不太聚了 我们虽然没有时间去详细讲 但是我需要你们知道东西是吧 各位 概念都挺过的 你们都挺过的 干嘛呢 干嘛呢 比如说 我们说啊 我现在 我装修了这样一间教室 我需要给这间教室来做服务 可以吗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首先你们看我们现在教室是怎么做 能看见 看到了吗 怎么做的 啊 怎么做的 全脚还是布了一个线组 在脚底下 各位 所有的线组都在这儿 然后接到后面 我说 不可得了 这种东西 说起来 如果说强制感谢 没有这种不线的方法 所有的不线都应该是隐藏的 不应该能看到明线 OK 也就是说 它应该走到墙里 然后呢 哎我问你 怎么走到墙里 你会说 这是一边的墙 你怎么把线组弄进去 扣墙是吗 怎么扣 切到墙根 我扣一条 扣过去是吗 啊 是不是 怎么做 是啊 我这么早说 你把线组弯放了 然后 然后 这么过去 什么 我告诉你 楼会塌了 什么意思 你们牢牢记得 在布线的时候 只能掏树草 不能掏横草 能听多了说什么 能听多了 横草会干嘛 影响整个楼体的刚性 OK 楼会塌了 我告诉你 听多了 他说什么 啊 基本然则 现在啊 一般的这种 正规的烧楼 或者说家属楼 我让你们装修过的 你看过你们家没 你们家装修前一见过 现在所有新盖的楼 都是什么 咱有的水泥地旁边 给你楼一个草 就是中间是一片层地 天墙根有一个草 在这草上干嘛呢 是不是让人铺线了 所有的电线往建设桶里走 窗管放进去 然后再补水泥呢 有没有 但是墙体上是没有的 如果你需要掏草 绝不能出横草 有灵监管的说什么 为什么 我就说老人就差了 听到了 只能干嘛 掏树草 听到了 如果是没有这种 这个玉油热居中 这个凹草的情况下 怎么办 现在我就说没有 我要渡这个线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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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那 我是不是想想想想打树草 是不是只能往上走 或者往下走 那我是往上还是往下 肯定得往上啊 你为什么要掉这个 为什么 就为了好看吗 是不是上面就给了你藏这些管嵌呢 把槽是不是走上去 然后呢 线甩上去是不是 直接甩着往后边 然后贴着槽是不是再下来 然后切出来 能听到吗 这块你们看到的 切的墙边的兜金栓 是一个一个切线的块 见过多块吗 你们家里的必如线见过吗 见过吗 就切的墙上来没办 当然这种做法成本会比较高 为什么 这一个树草 这一个树草 如果你在家里装修 这种抛草的工人 一米草 你要给他草五十块钱 他打一米 要给他五十块钱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觉得这个多少钱 你想五十块钱 那行可以 它还是什么 不光是草的就是什么 它连电线 不是就连穿的多少 人工 电线是我自己买的 但是 所有的事都给你算你买 一米五十块钱 暗线 银线只要是走这样的一米三十块钱 我说行 没问题 结果呢 我们家一百二十多平方 装完之后 装修完之后 光这个电线的草项 要我一万四千多块钱 它就是你数 你看 这位数这几粒 两米五 对吧 然后呢 那刀练法医术 两米五 再看外医术加起来一跌 它因为是走的这个直角性 你们 不是你们在空间里想的 直接去过去 明白我说是吗 所以非常味道 所以 人们比较好 所以我们采用这种简化方式 OK OK 其实如果说 这对工程来讲 如果我们做的是一个真正的需要 经过北京市政府了 咱们说工程验收是不是 都是有它的标准的 也是ISO验证的 明白吗 但这种工程都是不合格的 OK 这种不线工程 真的吗 所以啊 什么叫综合不线 就这一个教室来讲 你的线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合理的把线藏起来 而且呢 要保证什么 线和线之间不能交叉 OK 强线和弱线分开 什么叫强电 什么叫弱电 什么叫弱电 啊 我们一般认为 对人体有伤害的 以上的这种电法数 就叫强电 36伏以上的 低于这个数量的 都叫弱电 比如说我们电化线 网线都是弱电 OK 强弱要分开 为什么 前电会有干扰的 强电会就是弱电的 有干扰的 哎 你们家往经常断网 有可能就是因为 接了了电线朋友 听懂吗 强线分离 然后呢 走河里的槽 把所有这些块都藏起来 这就是对你一间房间来讲 非常简单 OK 那好 我问你 我要不移动楼 我现在是一个 4A级写的吗 我们为什么交易 4A指的是什么 半个动作动画 整个信息动画 等等等等 全都是这些 OK 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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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